其實你可能覺得那趴數 一個月這樣子轉貸以後 才差個一兩千塊沒差多少 可是如果是一百萬七年的貸款 你可能七年下來就差七萬多塊 其實事實上我看到之前有一個新聞 他說在台灣有八成以上的人 都是有悲債的 因為其實學貸 法貸 信貸 所以其實債務是很多的 然後也有很多人 他們可能在這個 自己的可支配所得裡面 每個月是有四成是要去還款 所以其實這是一個 大家都會遇到的問題 那你自己在處理 你的資產上面的分配的時候 每個月大概要花多少金額 可能要再還債 或者是什麼相關的事情 可以告訴大家 償債有沒有一些原則 是可以比較快把這些債務給還掉 因為我歷經過這一段 就是蠻長的日子 所以我大概整理出來 其實可能很多人也覺得 這是基本常識 但我覺得可以提醒大家 因為大部分我們跟銀行借錢 就會照銀行的規則去還錢 對 可是實際上 你可以經過一些整理 第一個是 比方說借貸的利率 你要先想辦法 把高利率變成低利率 對 因為有時候 可能每個人信用的狀況不一樣 其實你可能覺得那%數 一個月這樣子轉貸以後 才差個一兩千塊沒差多少 可是如果是一百萬七年的貸款 你可能七年下來就差七萬多塊 就是你要自己去想辦法 把高的利率盡量降低 如果比方說你有一些信用卡債 你可以用信貸來做解決 例如這樣子 那另外就是 那債務整合也可以嗎 債務整合基本上也是這樣子的概念 但我覺得要注意的就是 有一些轉貸的成本 你自己要去算清楚 對 我覺得這個蠻重要 那這樣蠻高的耶 那有時候短貸成本算一算 有時候也大概兩三萬塊 也要 就是可能跟你的 跟你的金額有關係 對對對 但是 我們是可以算得出來的 因為可能你被綁約的時間 就是一年兩年這樣子 那其實過了這個期限之後 你就可以看你的狀況去做調整 那再來就是關於債務的比數 這個我自己是 蠻有切身的感覺 就是 你可能借了很多家銀行 你會變成你的生活變得很混亂 因為你可能5號 10號 15號 一直要還不同的地方 一直還不同的地方 對 那我覺得你要透過就是 高轉低這樣子的概念 然後去把債務的比數多變少 盡量把你的債務集中 一方面 尤其是你最好把你的債務集中 在你的新轉銀行上面 對 因為這樣就是 他就知道你賺多少錢 然後你有乖乖還錢 而且我覺得每個 每天都要還在那感覺也蠻大的 真的 壓力很大 每隔幾天就還 一直就覺得 我的錢永遠都存不下來 對 最主要是一直不知道自己 明天在哪裡 對 那個可怕的感覺在這邊 對 然後再來最後一個就是我覺得 清償的順序啦 其實要從小 我覺得要從金額小的債務 先趕快清償開始 因為通常我們欠比較大筆的 可是不是大筆的 他的利息才會多嗎 沒有啊 小額的 要看怎麼借 對 小額的利率才高 其實像房貸就是金額很大 但是其實利率是最低的 因為他是有抵押的貸款 那有一些沒有抵押的這種信用貸款 像現在有的人是摩托車也可以借錢 對 其實身分證都可以貸款了 對不對 所以像這種小額的 可能就是2萬3萬5萬這一種 你要盡力先把它還掉 就是一樣減少自己的這個壓力 對 那我覺得這個是我整理出來 我覺得蠻 就是自己可以去擬定自己還債策略的一些方法 是